9月6日浙江卫视官微发文官宣超然美食纪第二季回归的好消息 同时还附带上了嘉宾肖敬腾孟佳杨九郎录制的宣传视频 看到杨九郎成为超然美食纪的常驻嘉宾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杨九郎在节目中的表现 还有不少网友看完视频后表示杨九郎把眼睛睁大点 这是一线天回归了吗 众所周知杨九郎因为眼睛小被粉丝们称之为一线天 师傅郭德纲曾在节目中调侃杨九郎 因为眼睛小在后台睁着眼睛想事的时候 师兄弟看到了以为他睡着了呢 就拿个背给他盖上了 看到宣传视频中的三个人 跟其他两人一对比眼睛更小了 如果离远了看杨九郎真的像闭着眼睛一样 看到如今杨九郎越来越好的发展 许多粉丝都纷纷送上祝福 如今虽然杨九郎跟张云雷很少出现在小剧场中 但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发展 而且发展的都非常的不错 张云雷最近还登上了国外的英文报纸 而且张云雷的新歌误以为你以为开始了线上预热 而反观杨九郎刚刚演完窝头会馆 如今又官宣了新综艺 两人在娱乐圈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不得不说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在综艺节目中有着很大的优势 在超然美食季第一季中 杨九郎就有着不错的表现 特别是有一期节目组给大家准备当地的特色美食 其中有一道菜是虫子 嘉宾中只有杨九郎和导游进行了尝试 其余的人都没敢尝试 因为杨九郎的尝试也赢得了许多网友的好评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期待张云雷杨九郎能在综艺中合体 就像狮子小会一样 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成功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九郎在超然美食季中的表现吧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